會不會很成家 會很棒 不會 太好了 昨天練習了怎麼樣 還可以 太好了 昨天有沒有加班 昨天有沒有加班練習 有 今日是小記者們 實際演練的日子 老師在昨天已經開始 預習 讓我們準備 訪問題目 好讓我們 能順利上場 經過一天的練習之後 小小主播們準備 大顯身手 現在就跟隨我的腳步 出發吧 Go 阿姨 哈囉 做甜點 要做多少時間 看你啊 你高興做多久都做多久啊 哈哈哈哈 甜點是要送給誰的 送給你吃的啊 送給可愛的小朋友吃的啊 來當志工 要怎麼做 志工啊 志工就是 看到什麼工作都可以做啊 就是幫忙 例如掃地啦 還是整理來勁 還是客人來跟他服務 都可以 每位志工阿姨們 每位志工阿姨們 一邊學習 如何製作甜點 開心談笑 也付出他們的愛心 將美味的甜點 完美料理呈現給今天 在場的每位 參加小小主播體驗 學員及工作人員 今天參加的志工阿姨 都樂在如何製作蘋果派 期待烘烤後 愛心甜品 出爐與大家享受 品嘗美味 阿姨請問 甜點如何做 這個叫做酥皮知道嗎 知道 我們把這個酥皮剪成三份 捲起來以後 就像這樣一個漂亮的蘋果派 就很好吃 妳很想吃對不對 我覺得好像是那個 像什麼 像葡萄花一樣 是對 玫瑰花對不對 那請問 你們做好的派 是要給誰吃 志工大家一起吃 還有今天有小小季節 小朋友吃 經過這次小小主播營採訪 我們特別有準備題目 而且也利用了 馬上來練習 希望有做好的表現 張彩霖 張彩霖 昨天晚上有沒有練習 有 有 使用什麼材料 你說這個嗎 你的蘋果酥皮的麵粉還有果仔 雖然 雖然經過反覆的練習 小主播們也鼓起勇氣 向前提問面對這次腦宴 還是有些許擔心 阿姨為什麼你要當志工 我們要傳承客家的文化 所以就來客家館 當志工 當志工要做什麼事 當志工喔 服務大家 然後有大家對客家館有興趣的 都可以民眾都可以來 小主播也讓我覺得很好玩 第一次拿麥克風 覺得很興趣 訪問時需要鼓勵很大 勇氣 學到很多 你們是哪個單位的 客家文化館的志工 你們都是在營臨當志工嗎 還是也要在外省事 他們又在客館這邊 到去採訪的主題是 之中演習阿姨們在做蘋果塔 電體和蘋果塔的香味 好吸引人 當志工有什麼好處 應該是快樂吧 收穫快樂 這樣子你可能還不懂 長大 長大如果你也一起來當志工 你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怎麼說呢 謝謝阿姨 不用客氣 謝謝 好我現在做蘋果塔 體驗今日實際現場 採訪讓我感受到小小記者 必須不害你 就親近一致跟我們開心訪問 當志工幾年了 在這邊當兩三年了 我喜歡小主播 你很好玩 謝謝阿姨給我吃蘋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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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